那接下来我再新增 我现在想要讲的是 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你最吸睛的一张图 绝对是动态散步图 所以我想把那个男女生 男女生做成散步图 来去看说他各年间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我要的是 因为如果一张一张复制 这样可能会相对比较浪费时间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考虑 两张图一起复制 或者是三张图一起复制 那其实就是整张这样子的图 去做复制页面 就产生了一模一样的内容 但是标签名称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六都 这边我想要去做的是男女散步图 那怎么做男女散步图呢 首先这个图我就直接改成散步图 可是我这里面的值你看可以去放就是这个值跟这个值 散步图是两个数值所画出来的 所以我就可以去放那个散步图 散步图的值是 散步图的值 我要放的是男女生 所以不是画区域别 所以先画人口数男 人口数女 好 两个数值 两个数值 但是这个值呢 这个值应该是图例 假设我希望是各个区域别 各个区域别 各个区域别不可以是只看六都 我们看的是刚刚这边区域别把他清掉 把他清掉 所以这一定是新北市 新北市 但是现在的人口数是要取平均值 人口数不可以用总和 要用平均值 就是这个新北市 新北市的一个 这这么多年 这么多个月来 他的一个人口数男的平均是差不多 将近两百万 好 为什么要取平均 是因为如果你用散步图 这一个点代表新北市 新北市这个点所涵盖的内容是 很多年很多个月 那如果用总和那是不是就错了 可是如果用总平均 这样呈现是对的 好 所以我再把散步图重新画一遍好了 就是原本原本既有的内容 我先都全部删掉 首先散步图 散步图 散步图要有两个值 一个是男生的值 一个是女生的值 好 所以 看你要先勾男生或先勾女生都可以 人口数男 跟人口数女 他就会分别放在x轴跟y轴 可是我希望是各线市 对不起 这个人口数的总和要改成平均 不可以用总和 所以这两个都是平均 那可是因为各线市 好 所以各线市的话 就是区域别放到直 好 这个散步图现在还不会动 可是他要先画到正确 然后接下来 如何让他动 就是一样拿时间的改变来让他动 好 好 感谢观看